嗨 大家好 防疫在家玩什么 今天Winnie的妈妈要推荐一套 一样是日本会本大师 宫藤记者的野猫军团系列 她最近出新书了 这本是野猫军团吃蛋糕 我们一起打开来看看吧 一样 哇 野猫军团又在 偷看汪汪的蛋糕店 他们这次又想要做什么坏事呢 哇 好无聊哦 小鸡觉得好无聊 哦 这边有好多蚂蚁耶 在偷吃蛋糕 哇 结果有一只野猫 不小心踩到蚂蚁 蚂蚁发射了光波 把八只野猫跟小鸡 全部都变得好小好小好小 哇 变得像蚂蚁一样小了 怎么办 诶 这下刚好可以正大光明的吃蛋糕 你看小鸡 野猫 野猫在变得好小好小 还有小鸡在偷吃蛋糕 哇 吃得好饱好饱 结果小鸡口渴了 吃得太多甜点 小鸡口渴了怎么办 他想喝水 哦 结果他们找到了蚂蚁的洞穴 有一滩水 他们在偷喝蚂蚁洞穴的水 蚂蚁好生气哦 说是谁啊 谁闯进了我们的洞穴 哇 赶快逃啊 赶快逃啊 他们从这里跑 那小鸡一个人往另外一条路线 哇 蚂蚁的蚁窝 好多各式各样不同的零食 都是他们从哪里搬来的 哇 结果小鸡到了以后的育婴室 哇 小小蚂蚁蚂蚁宝宝都在吃汪汪蛋糕店的蛋糕 以后说为了答谢他们 请给他吃几个豆子 让他可以变回原来的大小 原来的样子 哇 绷尬 哇 小鸡先吃下去了 变回原来的样子 哇 这时候蚂蚁军团也是 赶快赶快 哇哇哇哇一起吃 哇 全部爆炸了 大家猜爆炸之后 汪汪会不会发现 果然 一爆炸 又把汪汪的店 以为平地了 汪汪好生气哦 要他们反省 接着要他们反省之后 要他们帮忙做什么呢 如果想知道详情 欢迎到我的IG We love reading 有更详细的内容哦 好 就是这一本 我来分享第二本 野猫军团爱吃冰 这个系列是我们家小朋友 超级喜欢 也看了N编的 哇 一样哦 汪汪的冰店 野猫军团也在外面偷看 他们好想吃冰哦 这次是汽儿工厂 冰淇淋工厂送了冰过来 野猫想说 那不然我们躲在冰桶里头好了 说不定可以吃到冰 果然 他们躲在冰桶 跟着汽儿一起到了冰的王国 哇 这是汽儿的冰工厂 在做好多各式各样 不同口味的冰淇淋 汽儿做完了下班了 野猫就进来偷吃 吃的好饱哦 哇 好冷好冷 结果外面下起了大风雪 完蛋了 野猫回不了家了 他们觉得好困哦 哇 这时候小企鹅 刚好想到 该不会还有一壶水 还开着没有关吧 就回来 哎呦 我看到野猫躺在这里 哇 小企鹅好热心哦 帮他们淋上热水 给他们毛毯 还送热茶来 让他们暖和身体 结果他说 既然有大风雪 小企鹅要回去叫爸爸 来带他们回去 结果他超近路走 没想到碰到了杀人精 要把小企鹅吃掉耶 哇 野猫看不得了了 赶快带上工具 哇 要拯救小企鹅 后来有没有成功呢 大家欢迎到我的IG上 去看更详细的内容哦 故事先说到这边 好 我们来分享下一本 野猫军团飞上天 哇 这一次 他们不是吃冰 不是看人家的店面 这次是到汪汪的机场 他们也想开飞机耶 我趁汪汪他们 在休息的时候 他们又偷偷的 坐上了飞机 哇 他觉得开飞机好简单哦 哇 可是汪汪说 这台飞机快没有了 螺旋掌要停了 哇 他们只好迫降到一个无人岛耶 来到了无人岛 肚子好饿哦 他们自己怎样 自己自足耶 自己钓鱼 钓虾 哇 还有香蕉 捡贝壳 螃蟹 自己还做一些 用竹子做成 哇 像这样子的一个树屋 哇 还有温泉耶 温泉水可以泡汤耶 可以喝耶 哇 他们不想回去了 他们觉得无人岛好棒 想要过一辈子 哇 结果日复一日 就这样子 一年过后 哇 他们开始觉得好无聊哦 东西都吃腻了 无人岛好无聊哦 他们的身上的猫的毛 都长得好长好长 他们想回去了 怎么回去咧 如果想知道他们要怎么回去 欢迎 可以到图书馆借阅 或是去书店购买 或是直接在我的IG 看更详细的内容哦 快速的介绍下一本 野猫军团开火车 哎呀 这本被我们家小朋友 已经看到都快要死破了 猫猫的火车店 你看 猫猫的火车野猫 刚刚也在后面这边偷看的 猫猫正在 哇 正在把 好 所有的蔬果 上架到火车的车厢 准备要拿回去卖咯 哦 他们全部都工作完了 就在这边喝个下午茶 等一下要出发 结果猫猫乘着 猫咪乘着工档 要偷开火车了 他们加了煤油 加了煤炭 哇 把汪汪的火车开走了 汪汪好生气哦 在后面追赶着 结果呀 野猫他们开一开 觉得肚子好饿哦 看到有玉米耶 想说 哇 那一样放到这个 这个 这个地方 炉火的地方 可以来吃烤玉米 结果他们放太多了 糟糕 又要崩感 哇 变成玉米变成满天的爆米花 天哪 要怎么收拾残局呢 大家好奇的话到我的IG看看吧 这本是野猫军团 妖怪山 哇 汪汪一样 汪汪这次开了一个团子店 猫咪又在外头偷看哦 他们在月黑风高月亮出来的时候 偷偷地潜入店里 学汪汪一样做团子 做了好多好多 准备要吃了 结果团子飞了起来一阵风 像龙卷风一样 团子被卷走了耶 哇 也把汪汪吵醒了 汪汪的店又垮了 哎呀 欸 猫咪他们在找 奇怪 团子到哪里去了 哇 这片黑森林好恐怖哦 他们寻找的脚印 好像有听到这棵树里面有声音哦 哇 怎么是三只妖怪在吃团子啊 太可怕了吧 预知详细内容 欢迎到我的IG 哦 这本是野猫军团寿司店 哇 又是汪汪开的寿司店 猫咪又在外面偷看 他们也好想吃哦 又是趁天黑月亮出来的时候 哇 他们这次想要怎样 哦 他们这次很聪明哦 在店里搭了一个木桥 搭搭搭搭搭到外面灯 可天早上汪汪师傅在做寿司的时候 就全部寿司就往外送往外送 哇 奇怪 啊 怎么剩下来都是空盘子啊 原来他们的桥搭太长了 中间已经被好多动物们拦截了 哎呀 吃得好开心哦 想当然一定会被汪汪发现 汪汪好生气哦 结果猫咪想说 啊 那这一次我们不要坐这么长 我们直接都在挖一个地洞 我们就可以自己吃到了 哇 汪汪 这次会发现吗 猫咪这次真的能如愿以偿吗 让我们继续看下去吧 我们家最后一本是野猫军团烤面包 我们来看一下故事内容是什么呢 汪汪开了一间面包店呢 看起来好好吃哦 大家有看到野猫在哪里偷看吗 在这里哦 他们又在外面偷看了 又想要做什么呀 果然哇 面包好好吃哦 又剩晚上面包店休息的时候 哦 偷偷前进来 他们自己要学汪汪做面包耶 我猫咪是真的是蛮聪明的耶 他们用看的就准备学会 加牛奶 加鸡蛋 面粉 哇 结果他们料加太多了 一样 结果放到了烤箱里头 哇 烤箱要爆炸了 你看冒了好多的浓烟哦 危险啊 蹦 嘎 完蛋了 又把猫猫的 汪汪的面包店弄爆炸了 怎么办 怎么办 汪汪又惊醒 哇 出了一个超级巨无霸的面包 怎么收拾残局呢 预知详细内容 欢迎到我的IG 看一看哦 谢谢大家 我今天推荐的就是野猫军团系列的绘本 喜欢我的影片 欢迎订阅 按赞 留言 分享 谢谢大家 下次见了 拜拜